课文二十七 漏 从前有一户人家 一个老公公 一个老婆婆 还喂着一头黑脊背白胸脯的小胖驴 山上住着一只老虎 山下住着一个贼 老虎嘴馋 一心想着吃这头小胖驴 贼手痒 一心想着偷这头小胖驴 一天晚上 下着萌萌小雨 老虎来了 贼也来了 老虎用爪在墙壁上抓 贼用手在屋顶上挖 不一会儿 墙被老虎抓了个窟窿 屋顶被贼挖了个窟窿 老虎钻进驴圈 贼也正想往下跳 忽然 老公公公和老婆婆在里屋说起话来 老虎和贼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了 老公公说 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响 老婆婆说 哎 管他狼嘞 管他虎嘞 我什么都不怕 就怕漏 老虎趴在驴圈里想 翻山越岭 我什么都见过 就是没见过漏 莫非漏比我还厉害 贼蹲在屋顶上想 走南闯北 我什么都听说过 就是没听说过漏 莫非漏比我还厉害 老虎吓得浑身发抖 贼听得腿脚发软 贼心里害怕 脚下一玩 扑通 从屋顶的窟窿里跌下来 正巧摔到虎背上 老虎喂料到 房上会有东西掉下来 心想 坏事 漏捉我来了 撒腿就往外跑 贼栽得晕头转向 一摸是个毛乎乎的东西 心想 坏事 漏等着吃我嘞 拼命抱住虎脖子 不敢松手 老虎拖着贼 贼骑着老虎 跑啊跑啊 累得老虎筋都快断了 颠得贼骨头架都快散了 跑着跑着 雨大了起来 前边有棵 前边有棵歪脖老树 老虎想 漏真厉害 像粘胶一样 贴住我了 到树根前 得把它蹭下来 好逃命 贼也想 漏真厉害 旋风一样 停都不停 一定是驼到家 在吃我 到树根前 得想法 窜上去 好逃命 到了树根前 想想不甘心 还是要回去吃驴 就转身 往回走 贼被雨一淋 清醒了许多 想想不甘心 还是要回去 偷驴 就下树 准备往回走 老虎 走着走着 走到了 歪伯老树根前 贼又冷又饿 正在下树 抬头 看见走来一个 黑乎乎的东西 心想 漏又来了 这下我可活不成了 他赶忙 往树梢上爬 总嫌离地太近 紧爬慢爬 咔嚓一声 树枝断了 一个稻栽葱摔了下来 顺着山坡往下滚 老虎正走着 见天上掉下个 黑乎乎的东西 响声又这么大 心想 肉又来了 这下我可活不成了 赶紧逃跑 下过雨的山坡 又湿又滑 老虎腿一点 顺着山坡往下滚 老虎和贼一起滚下了山坡 浑身沾满泥水 撞在了一块 它们俩对看了一眼 同时惊恐地大喊 漏 哇 然后都下昏了过去 天快亮了 小胖驴在驴圈里安安稳稳地吃着干草 老公公和老婆婆从炕头上坐了起来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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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抬头看看屋顶 哎 说怕漏 天就又漏雨了 完了完了 这下课怎么跟夫子交代呢 麻豆啊 语言成绩出来了吗 这次的题你都会做 肯定在九十分以上吧 你妈妈刚给我打电话问成绩的事 这回终于能为维师争一回面子了 那些题我都会做 考试的事一会儿再说 夫子 您来试 哦 维师刚在书店看到一本书挺有趣 书名就一个字 就把它买回来了 你看看 漏 麻豆 你来找找看 这个故事里都包含了哪些角色 文章开头就交代了 一共是五个 老公公 老婆婆 小胖驴 老虎 还有贼 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一个老公公 和一个老婆婆 喂着一头小胖驴 老虎想吃它 贼想偷它 咱们接着看 这五个角色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一天晚上 下着萌萌小雨 原来是雨夜发生的故事 这句话交代了 故事发生的背景 萌萌 说明雨下得很小 老虎来了 贼也来了 呀 他们要进驴圈 对小胖驴下黑手了 钻进 正想说明老虎和贼的阴谋 就要得逞了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 屋里的老公公和老婆婆说话了 这可吓坏了老虎和贼 你猜他们说了什么 难道会说 家里有秘密武器 警察就在来的路上 驴圈里有炸弹 都不是老婆婆就说了一句话 哎 管它狼嘞 管它虎嘞 我什么都不怕 就怕漏 我什么都不怕 就怕漏 漏是什么 为什么老虎和贼都被唬住了 至于漏是什么 为师先不告诉你 咱们接着往下看 听到老婆婆的话 老虎和贼的内心世界 又是怎样的呢 老虎和贼都不知道漏是什么 一个翻山越岭 一个走南重北 说明老虎和贼呀 见多识广 见识如此广 却没听说过漏 那漏一定非常厉害 再加上老婆婆说她不怕狼 不怕虎 只怕漏 这就让老虎和贼 更加担忧害怕 父子 您看 这老虎和贼害怕的样子 真是太搞笑了 一个吓得浑身发抖 一个听得腿脚发转 这么巧 贼还跌到了虎背上 老虎撒腿就跑 这画面想一想就好笑 嗯 浑身发抖 腿脚发软 撒腿就往外跑 形象地写出了老虎和贼害怕的样子 更有趣的是他们的心理活动 他们都把对方当成了咯 马斗啊 你看老虎和贼分别把对方比做了什么 贼把老虎比做旋风 老虎把贼比做沾胶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老虎跑得特别快 贼把老虎抱得特别紧 这也间接表现了贼和老虎都十分害怕喽 更来呢 他们甩掉对方了吗 多亏了歪搏老树 他俩才分开 这里的中语写出了贼和老虎摆脱漏以后 如是重负的心情 马斗你觉得此时他俩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呢 当然是再也别遇上对方了 不想遇上就偏偏会遇上 老虎和贼呀被大雨一淋清醒了许多 觉得不甘心还想回去害小胖驴 没想到两人在返回的路上又碰到了 这真是冤家路窄 这一相遇可把对方给吓坏了 他们俩对看了一眼 同时惊恐地大喊 漏 哇 然后都吓昏了过去 这就是他们的结局了吧 嗯 惊恐 吓昏 把贼和老虎对漏的害怕表现到了极致 折腾了半天 两人都没搞明白漏是什么 真是白折腾了 哈哈哈哈 文章结束的时候 魅力终于揭晓了 玛豆啊 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吧 哼 原来老婆婆说的是漏语啊 她怎么不把话说完整呢 不过也不能说完整 要是说完整的话 小胖驴可就性命不保了 玛豆 你说出看 听了这个故事 你明白了什么道理啊 我明白的道理还挺多的 胆大的人不一定什么时候都胆大 晚上出门要带手电筒 有时候话说不全 可以保命 嘿嘿 停停停停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课文明明是通过 讲述贼想偷小胖驴 和老虎想吃小胖驴 结果误认为 对方是很厉害的漏 被对方吓跑 吓昏的滑稽故事 展现了贼和老虎 做贼心虚的形象 告诉了我们 不能做坏事的道理 夫子 您真是太啰嗦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太啰嗦了 我知道了 哎呀 真是让为师操碎了心啊 你的考试卷 发下来了吗 呃 发了发了 夫子 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 您怕漏吗 我们家又不漏雨 有什么好怕的 我想说的是 考试卷上背面的题 我都漏作了 这是我的分数 二十分 哎呀 卫士哥 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呀 就去智来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